廉政公署在行動中手獲千多罐奶粉 分別來自三間位於九龍和新界區的連鎖超市 和一間健康護理零售連鎖店 廉署在上星期五展開代號陽光行動 拘捕15人 包括一間超市4間分店的6名職員 一間健康護理零售連鎖店的3名現職 和2名前任職員 還有4名水貨客 涉案的職員懷疑收售水貨客提供的賄賂 作為通知他們有關奶粉的供應 或協助他們大量購買奶粉的報酬 廉署表示所有被捕人士獲准保釋 調查繼續進行 香港分民電視記者 廖盛萬報導